明星也是人也曾经追星 当明星遇见偶像 都有什么反应 首先是明媚明地形 最近肖战就终于成功追星 知道了自己的偶像孙燕姿 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孙燕姿 最喜欢他拿一首歌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 嗯嗯嗯 有有有有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 就远远地看看就好 恭喜肖战追星成功 一生一生 登尊见到张绍涵 也瞬间变成小迷眠 哦 对造…. 嗯 就这样想 偶像宝 Claud 我们太晴仇那种 我们小伏不满配了他 我 Eleon BLACK 或是大宝贝遇到全只冷 看着它 不敢 或是杨紫遇到蓬余艳 一 墙 蓬余艳 第二类是花痴型 以小S为代表 跟张志玲一向夫妻恩爱的袁咏仪 也有饭花痴的时候 那就是她遇见韩国明星林敏昊的时候 林志颖带给谢娜的恐怕也是大大的惊喜 新一代小生林更新跟王思聪是好朋友 但是一旦见到偶像周董周杰伦 就忘记了王思聪的存在 周董是别人的偶像 但是自己也有崇拜的偶像 在她演唱会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偶像歌声张学友大驾光临 于是唱起了偶像的歌 香港电影曾经在韩国很有知名度 一众韩国艺人自然也是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 所以当成龙出现在韩国综艺节目中 现场是这样的 香港电影演员邱淑珍 自然也是韩国艺人心中的女神 所以当韩国当红艺人稀彻 见到她的时候 竟然语无伦次 我今年三十岁 我家有四口了 反过来 也有中国艺人是韩国明星的粉丝 马思纯就曾在微博上 记录了在后台追星 韩国影星 尤亚人的过程 并称这是他这一年中最开心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机研究 优独播剧场——机码 优独播剧场——机码